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北新闻网 我是黄又贤 新闻头条带你来看到的 则是在系纸社后地区 有一对退休老师成立了 细光儿童课陪中心 免费帮一些弱势家庭的小朋友 做课后辅导 来看在25号上午 新北市员张景豪 不但提供了一年份的蛋糕 让小朋友庆生 另外包括金融里长 也提供了资源回收钱 作为典型 所以来自各界的爱心送暖 也让他们感受到狠窝心 当天带来大蛋糕 大家合唱生日快乐歌 为7月份生日的 三位小朋友庆生 场面好温馨 这间位在系纸社后地区的 细光儿童课附中心 是由两位退休老师成立 5年了都自掏腰包 帮弱势孩子课后辅导 陪伴他们 为了尽份新力 市员张景豪 不但提供一年份蛋糕 也号召各界一起做爱心 那景豪得知之后 也跟我们附近的一个面包店的老板 一起来做一些物资的募集 那景豪这边也提供了一年份的蛋糕 让小朋友来庆生 那希望说借这个机会 让小朋友得到一些重视 已经做了5年 听得真的非常感动 那因为我们金融里有一个资源回收站 我们有一个基金 所以我就用基金的名义 给他们送一些点心费 因为长期都是这一对夫妻 退休的老师他们来长期来供应 我想这一笔也是一笔开销 他们现在是缺物资 缺乌克利利 光环协会这边没关系 来赞助他们 让老师他们很安心 不用再为这些物资 而操心就对了 很感恩老师他们 我们很感动 因为我们一向都很低调 那这一次是因为我们进到学校 学校要颁奖给我们 所以我们去学校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那个景豪议员 跟那个副会长 退休后一直想在为孩子们做点事 两夫妇决定陪伴这些孩子成长 也因为陪伴 更看到弱势小朋友 家庭问题状况之后更停不了 平时课后辅导 输家则是安排小朋友上不同的课 有品德教育 也有音乐才艺课程 从国中开始去帮助他们 其实有点慢了 所以我们就 我跟我先生 我们的看见就是 其实要越小越好 我们就去帮助他们 陪伴他们 他其实付出很多 也都是自己掏腰包 来帮助这些小朋友 那我们觉得说 系纸就是需要这些温暖 然后也希望借这个机会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很多小朋友 需要这些老师们的关怀 希望这份默默付出的 心被看见 也让孩子们感受到 社会的重视与温暖 家庭慧玲 戏指采访报道